平安 很高兴我们今天要来看生命成长的秘诀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生命成长的秘诀 这个是我们最近在分享成长系列的第三部分 在第一个部分里面我们讲到的事情是如何在逆境中成长 在那一次我们提到彼得抓住耶稣的话 说你来吧 他就主动积极的去面对挑战和为难的环境 当他在最危险的处境当中 他呼求他仰望彼得就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恩典 其他和他在一起的门徒也得到这个好处 第二部分那就是在应该是上一次吧 还是前两次我忘了因为讲太多在这边 我讲了如何在圣经中成长 我们是用生命纪摩西向以色列人所讲的话来思想 那全篇的重点在耶和华应许以色列百姓的话 他自己一定会成就 而在那一次的信息里面我们特别提到顺境是上帝所赐特别的恩典 但是人在顺境当中有一个毛病 人在上帝所赐特别的恩典当中我们容易轻忽恩典 我们把那个恩典当成随便我们也容易生活懒散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也会心志高傲觉得我配得这个东西好像这个是我努力得来的 在那段的经文当中摩西对以色列人很清楚的要求就是要求他们在顺境当中应当纪念感恩神的作为 一个如果纪念感恩神作为的人他就会称颂敬畏神奇妙的大能 以后我们没有时间讲我是故意留给今天讲的 那次我讲到说在顺境当中的第三件事情 摩西要求以色列百姓做的事情是遵行神道 你要遵行神的道 从这两次的分享当中我们归纳一个结论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请你拿出我们的讲义出来 在生命成长的秘诀当中告诉我们无论顺境也好 无论逆境也好 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要素是神的话 请你写下来 神的话 生命成长的要素是神的话 彼得是因为神的话而在逆境当中成长的 因为彼得听见主耶稣对他说你来吧 所以他才敢下到水面上行走 在逆境中他就勇往直前 而且在那次成长当中 彼得也因着耶稣的另外一句话 说你这小信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 就慢慢的成为一个越来越有信心的人 彼得在属灵方面成长 彼得在生活方面也有成长 是因为他抓住神的话 以色列人遵行谨守神的话 他们就在顺境当中成长 所以无论在逆境当中也好 无论在顺境当中也好 有一个基督徒成长不可或缺的要素 那就是神的话 当我们在逆境当中成长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顺境当中成长的时候 还有别的要素 还有别的原因 以至于我们在逆境当中能够成长 或在顺境当中能够成长 但是没有一个要素像神的话这么重要 因为有些要素在逆境当中的某一个逆境当中成长的时候 它是要素 但是到了顺境的时候 它就不是要素 有些在顺境当中的一个要素 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 可是在另外一个景况处境之下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不是重要的因素 只有一个因素 无论在逆境当中 无论在顺境当中 都不能忽略掉成长的要素 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 所以基督徒生命成长当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神的话 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诗篇第119篇 98和100节来看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秘诀 请我们翻开讲义的背后 在讲以前我先告诉你们 这三节是我最喜欢的经文 我把压箱底的把它拿出来了 这三节是我最喜欢的经文 我盼望今天能够跟你们分享 我从这三节得到生命的好处 我也希望从今天开始 你喜欢神的话 不仅喜欢神的话 你遵行神的话 而且你享受神的话 从神的话当中得到生命的好处 我不是很想赶快分享这一段话 我希望你们预备心 然后再得着 所以我前面讲了逆境成长 顺境成长 今天我要把这个拿出来跟你们分享 请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119篇 第98和100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你的命令藏存在我心里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因我守了你的训职 从这三节经文 我们要来思想三件事情 第1 第1 神的话以各种形式出现 对我们有益 请你写下来 形式 形式 神的话以各种形式出现 98节 说神的命令常存在 我心里 这里讲到命令 99节又说 我思想你的法度 这里有一个法度 100节之后 我守了你的训词 命运也好 法度也好 训词也好 如果你一看到这个中文的词 你就会觉得它是不一样的内容 它是不一样的内容 因为命令好像比较有强制性 要我们一定要遵守 法度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一种法则 一种律例 一种制度 一种典章 是要我们来被规范的 它规范我们 提供我们一个规则 或者是一个范围 一个范围 训词好像是一个鼓励 是一个规矩 目的是使我们更好 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成长 在诗篇的119篇 98到100节 三节当中 用不同的词 来表达神的话 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它不是故意堆砌这个词堡 其实诗篇119篇 一共有176节 几乎每一节里面 你都可以找到 像神的话一样的这样子的词 许许多多相似或类似的用语 来表明什么是神的话 无论神的话 是比较强烈的要求我们 命令我们 规定我们 或者它是一个训斥 甚至它只是一个劝勉 它只是一个鼓励 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大致上而言 这一类的圣经上出现神的话 有的是要我们去行 这是积极面 有的是叫我们不要做 这是消极面 比如说要我们爱其光阴 什么 这个 孝顺父母 彼此相爱 这些都是对我们 有些积极的要求 拥有一些积极的动作 也有一些是禁止我们去做的 比如说 不要醉酒 不可杀人 误会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无论是积极的 消极的 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这一些话 不论是积极的 或者是消极的 都不是口号 都不是理论 也不是高调 都是真正可以让我们实践的 可以拿来遵行的 可是圣经上 不是只有这些话而已 圣经上另外 还有更重要的是 因神的话 我们可以得着生命 得着生命 这是神的话 可以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 因为神的话 就把耶稣基督这件事情 记载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我们就得着生命 所以因神的话 我们就得着生命 因神的话 我们就更亲近神 因神的话 我们就更认识神 因神的话 我们就被圣灵充满 今天很多人追求圣灵充满 可是他们却不好好的遵守神的话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只有神的话 让我们圣灵充满 如果你不看神的话 你不遵守神的话 你不从神的话来做 你光求圣灵充满 你要小心你所充满的是什么 我不是故意恐惧大家 我只是说神的话 我们才能被圣灵充满 因为神的话 是圣灵光照之后 就活过来 在我们圣灵里面 成为我们的帮助的 所以神的话 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 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我们什么时候体会神的话呢 神的话什么时候 当成在我们身上呢 有的时候神的话 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亲自体会到 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 我们在祷告当中 我们对神对话 突然神的话就临到我们 神的话 或者有的时候 我们在行事为人当中 我们就感觉神提醒我们 在某些事上 当有怎么样的反应 这些我们都说是神的话 神的话 比如说昨天 昨天我去参加一个研讨会 在华神举行的 研讨会是研讨什么呢 研讨是政治跟宗教 政治跟教会的关系 上午有四个 两个神学家 两个大学教授 他们从基要的理论上探讨 那么下午呢 整个下午有六个 实际在幕会的同工 一款在研讨会 后来他们就来邀请我 华神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 我就说 我不来了 我不来了 他们问我为什么呢 我说因为我们教会的立场很简单 我们教会的立场就是 平常也不太谈政治 到了选举绝不谈政治的 他就说 所以我说我们教会的立场是这样 所以我不参加你们这个研讨会 他说不不不 他说这也是一种立场 你来讲一讲 教会有这种立场 后来我一想 我觉得也好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今天大家花太多的时间 在弄政治 所以我觉得好 那我去参加 在那个机会当中 我在那边 我们教会的立场很清楚 所以我就按照我们教会的立场 就讲 可是我大部分都不讲话 因为我们教会既然不谈政治 对不对 所以我只谈教会 我只谈圣经 我不谈政治 可是我都没有谈 后来你知道吗 他们在听着讲 讲这个教会跟圣经的时候 或是讲到神学的时候 就大家都打瞌睡 一讲到 那个 政治呢 冲冲醒来了 我就跟他们说 整个挑动人里面 最深的 就是政治 政治 所以不谈 我就这样讲 可是在那边安静的时候 安静的时候 我就突然神的话临到我 我不告诉你们什么话 因为我们这里都有录影的 你知道吗 到时候传出去别人说 神告诉我什么 但是我知道 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 即使在演好会当中 那个时候 你反应要快 因为不小心就有人打到你 你一方面要应付 一方面要思想 一方面要陈述你的想法 可是当你安静的时候 神的话就突然领到 突然领到 后来 那边 昨天的节目快结束的时候 剩下几分钟的时候 大家都抢了讲话 我都一直不讲 因为我抢了一半 我就把东西收起来了 因为我们教会的立场是 不用讲话嘛 换了政治 因为本来是讲教会跟神国 教会跟政治的关系 可是不能讲政治的内容嘛 是不是 后来他们开始讲起来 我就把东西收起来 我就在那边等着结束 后来时间剩下几分钟的时候 那主持人就说 一人还有30秒 好像李涛一样 他说一人还有30秒 从右边过来 李长老先说 我就说 今天我已经 按照我们教的立场 我今天已经讲了超过了 我没有话再说了 以后就每一个人 30秒 都超过30秒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 你都可以体会到神的话 不一定要在讲教会里面 不一定要在听道的里面 不一定要读圣经当中 所以神的话 什么时候领到我们 在任何的形式都有可能 当然在讲道当中 你借着讲元首领受的 分享给我们的 我们说那个是神的话 甚至我们在生活经验当中 我们突然体会的圣经 上帝所启示的根本原则 或者是圣灵感动我们 光照我们 我们记忆里面的一些神的话 突然活过来 那都是神的话 所以神的话 无论以哪一种形式出现 与我们都是有益的 但是 有一些神的话 我们读起来很不顺的 有些话 神的话读起来 碰到我们 我们就觉得跟我们本性有违背的 比如说 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东西 是跟我们本性有违背的 马太福音第六章 一道四节讲到施舍的事情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要小心 不要把善事行在人面前 故意让他们看见 你施舍的时候 不可在你面前吹号 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 故意得人的荣耀 他说你们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施舍的是行在暗中 请问对我们困难不困难 困难不困难 你们都不讲话 是你们都从来不施舍的 是不是 你们施舍不施舍 又不敢讲了 是不是 你们施舍 可是施舍 我问你 不要人知道痛苦不痛苦 诚实地告诉我 施舍的时候 别人都不知道 你痛苦不痛苦 你不痛苦 是因为你施舍不够多 你听得懂吗 有一次我听督长老讲到 他说奉献要奉献到心疼的地步 我告诉你 我奉献不少的 可是他讲这句话说我不同意 我说为什么奉献到心疼呢 我说这是我该奉献的 而且我都从神领受的 我就奉献就好了吗 后来有一天 神感动我奉献一笔钱 给一个机构 我一听到 我一感觉到神要我奉献 我就把钱准备好了 可是那我把钱准备好之后 我就发觉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跟我的总财产比起来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我弄好了之后 我就要奉献 可是我就拿不出去 你知道吗 我把抽屉打开来 把那钱放进去 就把他关起来 我一关的时候 我就想到杜长老讲的 他说你奉献要奉献到什么 心疼的地步 以后我就 我就没有马上把他打开来 我就把他关着 可是等到礼拜天的时候 我就把抽屉打开来 就把那笔钱拿出去奉献 所以要你施舍不告诉别人 我问你痛苦不痛苦 痛苦啊 痛苦啊 可是这边告诉我们 就叫我们不要告诉别人 可是我们就讲施舍是好事啊 可是神的话 就叫我们施舍 会不要叫别人知道 这跟我们的本性有违背 我们就太困难了 我能够做好事已经不错了 可是我做了这等好事 又不让别人知道 强人所难嘛 神未免对我们太苛刻了一点点 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压抑住 这个告诉别人的冲动 可是我们仍然会不小心 不经意就别人知道了 而且流露出去的 丝毫不带痕迹 然后别人还说 哎呀你看 某某人会这样奉献 会这样子的施舍 真是好啊 你也知道他知道了 然后你就平平安安的走了 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不要这样做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论到禁食也是这样 这方面很困难 圣经上教导我们说 你们禁食的时候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 脸上带着愁容 他们把脸弄得难看 故意叫人看出他们禁食了 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 不叫人看出你的禁食来 我们也很为难 为什么这么属灵的事情 我们难免也叫别人知道嘛 而且呢 叫别人知道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啊 禁食大家都应该禁食啊 如果大家都讲我们都在禁食 就会帮助有一些人 没有在禁食的人禁食 这个理由充分不充分啊 你听得懂吗 真的目的是这样吗 真的目的是要鼓励大家去禁食吗 还是你实在是需要让别人知道你在禁食了 所以当我们禁食以后 我们肚子很饿 我们起见不让别人知道 可是别人说 你怎么搞得今天面带丑陋 没有什么苦情吗 没有苦情 那你怎么了 没有啊 你怎么了 我心里为了有些事情重担在心里面 他说重担在心里面 你怎么会这么难过呢 你说没有 所以我就特别就是为了他有点点的安静祷告 别人就知道你在禁食了 你看看包装的好不好啊 别人知道我在禁食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于我们而言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禁食的时候 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 你们对我们也太难了嘛 这跟我们的本性有违背嘛 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呢 可是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 当我们越来越遵守神的话 你越来越宽广 你禁明越来越宽的时候 你就不会把你的服侍 把你的侍供 把你暗中所做的事情 明硕地讲出来 你不会这样子 因为当你这样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跟神的关系 过于跟任何人的关系 只有神知道 只有你跟他的关系 你说那圣经上 会不会有一些地方 是叫我们做些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呢 不会 不会叫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你说有啊 圣经里面有一些 我们永远做不到 对不对 说看见妇女 可不可以动营捏 不可以对不对 我问你难不难 难不难 很难啊 看见妇女 不可以动营捏 很难啊 姐妹不要高兴 这句话同样是用在姐妹 看见弟兄 看见男士 也不可以动营捏 我告诉你 这是很难的事情啊 又告诉我们 不要向弟兄动怒 怎么可能不向弟兄动怒呢 对不对 他这样得罪我 没关系 我发完脾气就好了嘛 我干嘛 对不对 而且我会赦免他的 可是他告诉我们 不要向弟兄动怒 是太难了 这是都在登山保训的里面 我们很懊恼自己 我们绝对做不到 可是因为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圣灵天天的改变 我们慢慢就能够体会 我们慢慢能够明白 因为我们慢慢能够遵守 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应当知道 登山保训不是进天国的条件 而是天国子民应该有的表现 这是两回事啊 登山保训不是进天国的条件 是天国子民应该有的表现 如果登山保训不是进天国的条件 那么我们在信耶稣基督之前 我们没有能力做到 是很自然的现象 也很正常啊 那既然它不是条件 所以你没有这个 你也可以进天国 没有问题的 可是刚才我们说 登山保训是天国子民 该有的表现 我们压力就来了 那我们的表现怎么办 请注意听 天国的子民应该有的表现 登山保训 是因为掌管天国的上帝 一定会给他的子女 给他的子民展现出来的生命 听得懂我讲的吗 会觉得我讲不太清楚 你们没有听懂 再讲一遍 天国子民 登山保训是天国子民 应该有的表现 既然是天国子民应该有的表现 那么掌管天国的神 就一定会给他的子女 给他的子民应该有的生命 来活出这一种生命的表现 听得懂吗 所以重点不在意 我们把它表现出来 重点是神会给我们生命 神会给我们力量 有一天按着我们自己的本相 我们本来做不到的事情 因着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就活出来了 所以不是我们做出来的 不是我们做出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信了主之后 不是一步登天 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误会 我发现很多的教会 也误会这个问题 所以刚刚信主之后 马上就要 刚才有生命的表现 怎么可能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他怎么可能今天一信主 明早一醒来 就完全能够符合 天国子民表现的样式 这是绝不可能的 那个需要生命的长 那个需要生命的长 有生命它要慢慢长 我相信我在教会讲够多次 我不同意 亚苗助长 生命是一个表现 生命是上帝界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慢慢慢慢的表现 我们的生活 是因着我们属神 我们的生活的表现 一天轻次一天 一天比一天更轻 我们现在的肉身在软弱 我们现在的肉身在罪恶的里面 败坏的里面 但是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不是咬牙切齿的方式 来遵守神的话 等一下我会讲 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产生力量 我们生命慢慢长 渐渐的渐渐的渐渐的 我们的行为就改变了 那是因为生命长起来的结果 你不用撑 你不用撑 你怕的是你生命里面 没生命没有再长 你不用再 还没有生命长到那个地步 你就去供应很多的 枝枝叶叶的东西 但如果不够粗 你供应很多枝叶 会让这个树受到很大的伤害 树叶花果 都是一个表现 都是一个表现 你生命要强 强那个地步 自然长叶 自然开花 自然结果 不要到生命的时候 就强迫它开花 我告诉你 这个是亚苗助长 会有伤害的 有一个人 有一次他进到修道院里面去 他就被带去看参观修道院 他就发现一块 有一块木板在那边 很稀奇 为什么把它放在那边呢 原来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修道院 以后 他发现那个木板上面很奇怪 那很大块木板呢 上面有一点一点黑黑的东西 一点一点黑黑的东西 然后甚至有一些地方是一片一片黑黑的东西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怎么会这样呢 他就看了很久 以后人家就跟他解释 说这个修道院里面挂着这个牌子是什么意思 原来这个修道院里面 曾经有一个修 有一个修士 在这边修道 修道 他因为他要遵守神的话 以后 他就发现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 他每一次在这边 如果他的思想走错路 或者他思想想到不该想的 比如看见妇女动一面 其实修道院里面没有妇女了 或者是 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他就拿针刺自己 然后把血挤出来 然后把他涂在那个木板上面 作为一个记录 说我得罪神 记上去 以后他记得这样的刺 他也给自己一个痛苦 每做错一些 就是一种punishment 让自己记得说他得罪神 请问这样做对还不对 我看是不对的 他因为做太多错 所以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呢 那整片 都是黑的 为什么是黑的呢 因为血在上面 久了就变成什么颜色 黑色 我跟你讲 是我参观的修道院里面告诉我的 我当场看了以后 我看了那一个一个的血点 我想到 主耶稣都忘了 他自己都还没有忘 你听得懂吗 主耶稣都赦免他了 主耶稣都饶恕他了 他要他自己记住 他犯罪得罪神 不 这个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方法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个修士所做的事情 耶稣没有这样要求我们 我们生命的成长 是很重要的 可是要慢慢的来 我们生命的成长 不是用严厉的方式要求来的 神对我们的期望是生命成长以后行为改变 神对我们要求不是用行为来控制 以至于我们生命会改变 不是因为行为要求行为 要求行为改变生命 而是生命改变 行为改变 行为改变 所以神的话以各种形式之间对我们有益 第一 第二 为什么第三场时间活得特别快 这表有没有问题 第二 第二 神的话 以神的话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写下来 日常生活 很多人以为神的话宿诸高格用的 不是不是 神的话跟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 98 99 100 我们再来读啊 我希望你们把它背起来 这是我 我真的我最喜欢的三节 我们一起来背 请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我比我的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因我守了你的训斥 如果我们这三节拿来比对 你会发现这三节的经文其实是对战的 对战的 它是可以排成对剧 中国人喜欢排对剧 对不对 我告诉你 西伯来人也喜欢排对剧 而且他们排的各种排法 中国人也是啊 中国人各种排法 那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学西伯来文学得很好 今天在我们当中 他 他会告诉我们 以后还有机会来教我们这些东西 西伯来文 他是非常对剧 而且拍得非常的漂亮 这边的这三句 它是平行句 它是什么呢 它是都有因为跟所以 98节 因为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 所以我比仇敌有智慧 99节 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 所以我比我的师父更通大 100节 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 所以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他这里完全有对战的 因为我的仇敌 我的师父 年老的是对战的 有智慧 更通大 更明白 是对战的 然后这里说 你的命令 你的法度 你的训词是对战的 存在心里 思想跟守住 是对战的 所以他是全对战 这个非常漂亮的句子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句子 这里面我特别要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 就是他讲到因为所以 因为所以 所以神的话 是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神的话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 老年人我们常碰到 师父常碰到 仇敌天天碰到 对不对 你们没有仇敌吗 就是你的老板 不是你的丈夫跟你的太太吧 那不是仇敌吧 所以我们常常碰到这些仇敌 常常碰到师父 常常碰到年老的 这一些是我们生活碰到的 因为所以 因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话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这里有很令人惊讶的说法 第一个事情是 因为神的话 所以我们比仇敌有智慧 第二 因为神的话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第三 因为神的话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这三种人 一个是仇敌 一个是师父 一个是年老的人 我们来讲一讲这三个人 第一个仇敌 照理说基督徒有没有敌人 你们有没有敌人 你们有没有敌人 照理说基督徒爱每一个人 即使别人不喜欢他 我们仍然不会不爱他 对不对 所以他不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基督徒如果只有基督徒朋友 那是不够的 我有时候会听到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做基督徒做太久了 所以我没有非基督徒的朋友 这是不对的 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朋友 请问你们交不交非基督徒朋友的 交不交 你不交啊 我告诉你 我们教会的基督徒 都要交非基督徒朋友 如果你不交非基督徒朋友的话 你可能在我们教会里会很痛苦 我们认为基督徒不仅跟基督徒做朋友 基督徒也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徒做朋友 基督徒不仅对那一些 对照有好感的人做朋友 他也跟那些对基督徒没有好感的人做朋友 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你们不同意 你们不同意不讲了 所以照理说基督徒在世上是没有敌人的 对不对 可是事实生活不是这样 有的时候在主观上 会产生类似敌人的感觉 因为敌人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仇人 有的时候敌人是办公室同事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他竞争的对象 那是他的对手 主观上感觉他好像成了敌人一样 敌人也未必是四不两立的仇人 有的时候对学生而言 可能只是班上的同学而已 班上怎么会是敌人呢 因为他们面临竞争 你就问高山的谁是他的敌人 你问国山的谁是他的敌人 我问你在同办公室里面 三个同事有一个主管出缺 谁是敌人 客观上他不是你的敌人 可是可能在我们感觉上 他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敌人是我们生活当中 常常出缺在我们周围的 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个对象 有的时候敌人也不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 他很可能是我们的老我 对不对 我们的老我是不是我们的敌人 你从来没把他当仇敌看吗 难怪你跟他和平相处 我们的老我在我们里面败坏的生命 是我们想对付的 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敌人 是我们最强的敌人 有的时候敌人也未必是属肉体的 圣经上说他可能是天空属灵气的什么 恶魔 所以敌人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碰见的 你每天都碰到敌人的 你每天碰到你竞争的对手 两个业务员争取同一个对象 他就是你竞争对手 有的时候你把他当成敌人一样 你不要告诉我说你这么宽大 碰到跟人相争和通通让别人 我不相信 如果是这样的话 难怪你的工作的表现到目前还是如此 你从来没有竞争力 你从来不跟别人好好的做一个竞争 来争取这个业务的对象 在这边却说 神的命令长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面对敌人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你们不需要 面对敌人我们需要什么 你们那么小时候 我都以为你们不需要智慧 面对敌人我们需要什么 智慧 面对敌人我们最需要的智慧 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他 面对办公室的同事 我们需要智慧 怎么跟他相处 对不对 你难道不需要有智慧 跟你办公室相处吗 你需要智慧 面对那些欺负我们的人 欺负我们的人可能是我们的老板 可能是我们的同事 可能是我们的同业 也可能是我们竞争对手 甚至可能是我们的部署 我们部署会不会欺负我们 有的时候会 对不对 你们都承认了 对不对 面对这些人我们需不需要有智慧 需要有智慧的 我们怎么得到智慧呢 我们怎么得到智慧 跟别人相处的 圣经长说 你的命令长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我们需要智慧来面对 许许多数我们周到 我们环境当中 作为我们对手的人 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智慧 我们也可以得着智慧 可是得着智慧 并不是为了打倒我们的敌人 得着智慧是让我们知道 怎么样跟他应对 跟他面对我们主观上的敌人 当然更感谢主的事情是 如果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 那么我们面对我们自己这个敌人 我们的老我 我们那个犯罪的败坏的我 我们需要神更大的智慧 在我们里面来治死身体的恶行 让我们知道 在逃避心中的私欲 让我们面对自己最大的敌人 那如果敌人是天空属灵器的恶魔 我们更需要神的话 在我们的心里面 对不对 如果不是神的话 我们一点都打不过的 我们怎么样比仇敌有智慧呢 就是因为神的话 耶稣基督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 他就面临撒旦三次的攻击 三次的试探 那三次的试探 请问耶稣怎么胜过的 用神的话 我告诉你 耶稣没有用一句自己的话 如果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都用神的话 你我怎么可能面对撒旦魔鬼用别的话呢 你能多聪明 我们能多聪明面对撒旦魔鬼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耶稣遇见第一个试探的时候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他 二话不说 说什么 经上记着说 不是人活着 是经上记着说 你去读圣经 他都说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住的一切话 如果我们漏掉这五个字 经上记着说 我们会以为耶稣说自己的话 对不对 其实耶稣没有说自己的话 耶稣说神的话 所以耶稣是用圣经的话 旧约的话来回答撒旦魔鬼的 后来 撒旦魔鬼一听 哎呦 你用神的话 你以为只有你懂神的话 我就不懂神的话 哎呦 魔鬼第二次是在他的说 就怎么跟他说呢 就在他上的 垫顶上 就跟他说 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 哎呦 我告诉你啊 你圣经不熟的话 撒旦你还打不过来 因为他也会用经上记着说 他怎么说呢 他说经上记着说 主要分合他的石头 用手拖着你 免得 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哎 跪教会圣经被人不熟啊 撒旦用神的话 这一次 耶稣就对撒旦回答了 他没有说 你乱讲 你乱解神的话 他没有这样讲 撒旦是乱解神的话 可是耶稣连这句话都不说 他说经上什么 错 经上又记着说 听不懂吗 你看看 我们跟耶稣有差对不对 他先 撒旦用一句话 耶稣说经上记着说 以后撒旦又用经上记着说 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 你就知道 耶稣不靠自己 第三次 他把他带到最高的山 万国跟万国的荣华 只给他看 就激动耶稣的使命感 你知道第三个是非常知名的 他就跟他说 他说万国跟万国的荣华 我可以还给你 那是你们家姓耶的人的 主偷来的 我现在还给你没有问题 可是你只要拜我就好了 这是他的使命感 耶稣的使命感受到挑战 你知道一个人的使命被挑动的时候 他都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可是耶稣怎么说 他说经上记着说 单拜住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耶稣三次都没有达到 只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什么 神的话 神的话 现在的弟兄姐妹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要比仇敌有智慧 是因为神的话 我希望你除了撒旦和你自己之外 你没有仇敌 可是我相信你的工作感觉 你的家庭 你的其他环境里面 也有一些人是你需要用智慧来面对他的 面对撒旦 我们当然要用神的话 面对我们自己败坏的老我 我们需要神的话 就是帮助我们有神的话 第二 九十九节说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时间来不及的 我越讲越快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 这里提到我的师父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师父 有没有师父 我问你 如果有一个你非常敬重的师父 你觉得他通达不通达 通达不通达 一定通达的 那有些师父你不敬重 所以你不觉得怎么样 对不对 那如果你有一个好老师 你真是三生有幸 你不认为好老师 那如果你写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我告诉你 有些老师帮你点拨两下 我告诉你你三年的功力 一夜之间就有了 我不骗你 你碰到那种大师级的人物 甚至你跟有些人来往 你跟他讲几句话 你就觉得说 跟与军一起谈 证读十年书 真的会有种感觉的 因为你碰到那个冲达的师父 我曾经受过 有一些人很大很大的帮助 我在高一的时候 碰到一个 我生命当中 一个第一个转类点的老师 那个老师只有一句话 就改变了我生命的方向 不是耶稣基督这个事情 这边的事情 给我生命的方向 你们要不要听 我不告诉你们 因为你们已经超过高一了 你听得懂吗 那个是你高一的人听的 因为我讲的时候 说不定你会很后悔 你高一没碰到这种老师 当你碰到那个好老师的时候 你觉得 他怎么讲出这么有智慧的话 我跟你们提过 我曾经受过 陈保罗牧师的教导 在讲道上面 我记得很清楚 我也愿意 很短的再跟你们讲一下 他说他教我讲道 我就说好 我就去了 去的时候呢 他跟我约两点 在什么地方见面 我就两点到那边 他那个教室里面 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我去敲门 他说请进 我进去 他头都不抬 他问我说 他跟我说 你这么晚来 你要到哪里学讲道 我根本没有迟到啊 我就说 老师这样讲 你不能回话嘛 对不对 我就说是 我下次会找到 他说我看你没有新教学 讲道的样子 我说我有 好那你就讲吧 我被他一下 我根本讲不出来了 然后他坐着 他坐着你 他根本头都不看我 我进来 他没看我 你讲道啊 我就跟老师 我怎么讲的 用嘴巴讲啊 你不会讲啊 我就把圣经翻开来 就翻到那一页 我说我就这样讲吗 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就是听众 你把我当成听众就好了 头都没有看我 头都没有看我 我就开始讲 讲了一下 他就 他唯一讲到一顿正经 翻开来之后呢 我还没有讲到五分钟 他就把圣经合起来 做一拍 就说 听说你读法律的不是吗 我就说 是 我看你一点都不像啊 我不敢讲话 后面脑筋 一团浆糊 我都不讲不出话来 我站在那边嘛 我讲给你听 我说是 要不要听 要听 我站着听他讲道 他坐着 翻开来 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 你应该这样讲 要这样讲 懂不懂 他一讲完了 我霍然开朗 我搞了个半天的圣经 他两下子弄就出来 清清楚楚的 我好感动 我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他跟我说 你还要不要学 要不要学 我说要 你下礼拜再来 我高兴得不得 我就回去了 可是我回去想说 他这么厉害啊 我讲什么 他都能够当场给我点吗 对不对 我就回去 我就回去预备了个很难的 旧约很冷屁的经文 我就预备了 我就预备了 我就去了 当然聪明 学乖了 跟老师学 就要学乖 招子要放亮一点 早十分钟去 我一到那边 老师坐在那边 我一敲门 我叫你不要迟到 你又迟到 我早十分钟到了 还迟到 他就说 他就后来 又把我骂一顿 讲吧 我就好好讲 我就快讲 翻开旧约 我就说 出埃及基地 你翻开来 他就翻开来 我讲 又是不到五分钟 他又把圣经合起来 又拍桌子 又说 你们不是读台大玛利系的吗 我说我是 他说你怎么脑筋那么不清楚啊 我说是 他说你脑筋一团浆糊 我到现在每次预备讲到的时候 就想到我脑筋一团浆糊 我到现在每次预备讲到 我就想到这件事情 脑筋一团浆糊 所以很抱歉 你们老是听到一团浆糊 以后他就把圣经当开 他就跟我讲说 你应该这样讲 应该这样讲 应该这样讲 他说这边要多举一个例子 因为这个真理太难了 所以你这样举例子 他们就明白 他说你这边 不要花时间举例子 因为你在这边举例子 是浪费时间 时间很宝贵 哇我这样子 讲到这我全部都清楚了 以后他全部都讲了 他说你说我讲得好不好 我说我老师老师讲得太好了 他说你错了 这样讲不够好 我说怎么样呢 他说我故意这样讲的 应该先讲第三点 再讲第二点 再讲第一点 你没搞清楚 我一看 我就说应该一二三很好啊 不然他说应该三二一 不然他说你回去想想看 我回去一想 真的应该讲三二一 不想一二三 你说老师通达不通达 通达 我告诉你 如果碰到通达的老师 你真的是很喜乐的 因为他讲的东西是你完全不明白的 或者你以为你明白 可是你不明白 以后就整个的醒过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事实上告诉我们 有一个比师父更通达的方法 就是什么 思想神的发动 我记得的 神牧师大我四十一岁 所以我不用害怕 你听得懂吗 神牧师大我四十一岁 我跟神祷告 主啊到他那个年龄的时候 我要比他更通达 有没有路走 有没有路走 什么路 思想神的发度啊 思想神的发度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是为了赢他 你我不是为了赢别人 对不对 我们来是羡慕老师怎么样 这么通达 他怎么可以这样呢 他怎么可以信手免来呢 他怎么可以这么 随心所欲 欲举呢 因为他是师父 因为他是通达的师父 可是我们有机会 我们有机会跟他一样 甚至超过他 因为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应当从谁受教 从神受教 第三 比年老的明白 你们多给我十分钟好不好 我们到十二点半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把他讲完 我们把他讲完 这一段真的很棒 可是因为我 我跟你讲 我这个礼拜三我就出国 我出国去菲律宾 请问我祷告 我去菲律宾九天回来 然后再过四五天 我就拿教会给我的假了 我在这个教会服事十四年 满十四年了 教会给我两个月的假 那我到美国去讲道 我七月一号到美国去讲道 到八月一号回来 然后我一个月在台北休假 我不会进办公室 我会来聚会 我不会进办公室 而且我七八九十都没有讲到 都没有讲到 所以今天是我 今年 就是九月以前最后一次讲道 你们让我多讲十分钟好不好 你们不想听以后也没有机会了 没关系 说不定我一出去坐飞机 就盟主宠召我就哈利路亚了 对不对 剩下是你们的事情跟我无关了 对不对 我到道主那里去我就好了 我不管你们的 OK 一百节说什么呢 一百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我非常喜欢这三节的经文 为什么呢 因为对仇敌我们需要智慧 对于师父我们希望比他更通达 可是跟年老的比呢 我们需要比他更明白 请看弟兄姐妹 这是非常准确的描述 这里提到 当我们守了训词了以后 我们竟然能够比年高得少的人 更成熟 更老练 更明理 你知道这句话是对老年人的一种尊重 对不对 对老年人的一种尊重 很多人看不起老人家 很多人看不起老年人 所以他们跟不上时代 可是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年老 那是你还没有年老 等你年老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心中非常年代 我再讲一遍 等你年老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心中非常明白 有的时候老年人不回答 是因为他也知道 回答你也没有用 有时候老年人 明明知道回答没有用 他还是回答 因为他知道 现在回答你将来会明白 你要知道老年人 是年轻人所不懂的 有的时候你觉得老年人 他好像不懂 他不是不懂 他只是装傻而已 很多老年人 他不跟你争 那是因为 他不想把珍珠丢在珠前 因为你不会欣赏 所以他不把他内心的真正的想法告诉你 所以老年是一个宝贝 那你慢慢年纪大 你就会发现 老年人的经历非常的丰富 他们所经过的 不是你我经过的 他们的体会的 不是我们所能体会的 他所受过的压力 不是你我今天年纪的时候 能够受得起的 我常常跟同工们说 我们到了什么服饰的状况 我们就做什么服饰 我常跟传道人说 你在做传道的时候 你就好好传道 不要想做长老 等你做长老的时候 你就乖乖做长老 不要想回去做传道 听得懂吗 因为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应该学的 这边告诉我们年老是一个明白 他心里面明白 很多人看不起老年人 我告诉你 你误会了 他有时候装傻 他有时候装听不懂 他是懒得跟你搅和 因为跟你讲你也不会明白 毛头小子 所以他们很明白的 现在的弟兄弟们 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守了神的训词 我们能够比年老的更明白 不要忘记 我们年老能够多老 能够一百岁对不对 不满意啊 看你们都没有点头 一百二十岁可以吗 怎么样 你们还要更老是不是 我告诉你 到时候是没有牙齿的 到时候你可是没有力气的 你要活那么久干什么 所以一百岁一百二十岁 已经很好了 心里已经很透亮了 可是我问你 神几岁了 从更苦到永远 对不对 所以神是智慧的源头 我们虽然不一定能够 像年老的有这么多的经验 可是我们可以从神受教 因为我们守了神的训词 我们会比年老的更明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比仇敌有智慧 你喜不喜欢 你喜不喜欢 比师父更通达 喜不喜欢 你喜不喜欢 比年老的更明白 我告诉你 神的话让我们可以这样子 神的话让我们 让我们 让我们 在生活当中 能够 比仇敌有智慧 比师父更通达 比年老的更明白 神的话不是神学家 研究的对象而已 神的话不是神学家 不是讲道家 讲道的对象而已 神的话甚至 不是批评家的美词 或言辞而已 神的话跟我们的 什么东西密切相关 日常生活 大声一点 神的话跟我们 什么密切相关 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否则你没有读 神的话的动力的 你以为你要研究神学 研究神学做什么 神的话是 让我们跟老年人 让我们跟仇敌 让我们跟我们的师父 跟他们来往的时候 我们觉得舒服的 好了剩下一点点时间 我们要讲完 神的话需要我们 第一记存在心里面 写下来 写下来 纯记在心或记存在心 98节说你的命令 常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这里提到神的话 是让我们存在心里的 神的话实在非常的宝贵 我们应该把它记在心里 存在心里 如果可能的话 把它背在心里 你会因为这些话 得到非常大的好处 讲一个例子就结束了 这一段结束了 不是全部结束了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对于认罪的事情不太清楚 所以我常常一个罪认了以后 我就觉得神没有赦免我 我就再认一次 就神没有原谅我 我再认一次 有的时候 我一个罪犯了很多次 一次犯了认罪了 又犯了 就到第五次 到第八次 到第二十次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神一定不会再原谅我了 因为我已经犯了第二十次了 虽然我每一次都认罪 神愿意原谅我吗 一直到有一天 我纯迹在心里面的一句经节 突然活过来了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 赦免我们的罪 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里告诉我们 在同一个罪上面 我们只要认几次 一次 然后如果你犯了这个罪 同一个罪 你又犯了一百次 请问神第一百次 赦不赦免你 赦免 你还听不懂的话 这句话对你还没有作用的 每一次认罪 神都赦免那个罪 同一个罪 犯到第一百次 神还是赦免那个罪 如果你认罪的话 这是神的话 跟我们人不一样 我们人是这样子 人家踢到我们 然后对不起 我们心想说 你是真的还假的 你真的道歉还讲了道歉 我们会这样想 神不会这样想 我们才认罪 神就接受了 别人踩到我们第一次 为什么踩到我了 对不起 没关系 你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怎么搞的 对不起踩到我了 对不起 没关系 踩到第八次 你感觉怎么样 第百次呢 你早就把他打扁了 对不对 可是神不是这样 我们是用我们的想法来想神 所以我们需要把神的话 怎么样 寄存或存寄在心里面 但你寄在心里面的时候 圣灵光照 你就怎么样 明白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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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现在每一次犯罪 软弱 跌倒 我来到神的面前 我毫不犹豫 我速度很快 为什么 因为越着人越好 第一 第二 神一定赦免我 神一定接纳我的 时间不够 我们看第二点 第二点 第二点 神的话需要我们怎么样 在九十九节 我们来读九十九节 预备 请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因我思想里的法度 这里讲到思想 所以要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因我思想里的法度 思想神的话非常重要 神的话表面看出一个意思 可是你越仔细思考 你就越明白 越思考 你就越发觉神的话宽广 你越反复讲 你的生命就越丰富 你会发现神的话是在宝贵 我们怎么可能比我们师父更通达 就是思想神的法度 谁花时间来思想神的话 谁就得到更多 这里告诉我们要思想 要思想 这几年因着需要讲到 我常常把圣经的话 反复的思想 我就发觉神的话 常常是一层又一层的 解开一层下面还有一层 解开一层下面还有一层 所以我在神面前的祷告是 主啊让我花更多的时间 思想你的话 以至于我在讲到的时候 能够给他们讲得很清楚 我很担心 我像我的老师所说的 常常给你们一堆讲糊 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思想 这个不是神给讲员的特权 凡是讲员所有想得到的 你都想得到 问题是你有没有花时间 奏业思想 想神的话 你就会比师父更通答 最后一点 谨守遵行 我好喜欢这句话 就是什么呢 比仇敌有智慧 可是比仇敌有智慧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比师父更通答 还有一个比师父更通答 更重要的 就是比年老的更明白 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在学的上帝上帝的眼光当中 难怪说白法是老年人的荣耀 对不对 千万不要看老年人看不起 哪一个教会看老年人看不起 就是个笨的教会 哪一个人看不起老年人 就是个笨的人 因为上帝把仇敌 师父跟老年人放在一起 请问谁放在最后面 你听得懂吗 你听得懂吗 可是我们要比年老的更明白 有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要怎么样 谨守遵行神的话 谨守遵行神的话 彼得因为守耶稣的一句话 叫做你来吧 就在水面上行走 对不对 你要知道 这是个不简单的事情 我们看起来很简单 不简单 因为他说 耶稣说你来吧 他就赶在水面上走 耶稣说 小心的人 为什么疑惑呢 因为彼得抓住这句话 所以他就不看环境 只看耶稣 所以彼得成为一个服侍主 一直到死的人 看到没有 所以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需要好好的守神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个人灵修非常重要 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取代你自己 读圣经跟祷告 跟我们与神相交的时间 没有一件事情 我们灵修生活 我这照告诉我的弟兄姐妹 你所有的力量的来源 是你花时间亲近神来的 你参加造就班很好 因为可以有系统的明白神的话 你参加查经班很好 因为你可以跟其他的人 一同研究思想神的话 你参加主日崇拜也好 因为你可以得着神 先给讲员 讲员分享给你的 可是这些都不够好 最好的是你自己 要花时间亲近神 如果我们在座哪一位弟兄姐妹 哪位牧道的朋友 你现在没有好好地 读圣经祷告的 你赶快去找一个传道人 赶快去找一个属灵的 你觉得他可以帮助你的 你问他说 怎么帮助我 让我好好地读圣经 让我好好祷告 让我可以更认识神 这个是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生命的成长跟成熟 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 神的话 只有神的话 使我们的生命在顺境中 逆境中 不可或缺的 那个最重要的那件事情 最后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来回应他 就是一百九十几 九十五吗 我看见圣经中有神的应许 然后我们来感谢他 来赞美他 祝我们巴不得你的话 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 成为我们生命的光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祝我们这群人 我们因着你的话已经得着生命 可是你答应我们 我们不仅得着生命 而且要得着更丰盛 祝因此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 我们领受了这个道 就是你的话 才是我们真正生命成长的动力 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养分 祝我们的生命需要你 我们好像植物需要土壤一样 我们好像植物需要光一样 我们好像植物需要水一样 我们好像植物需要空气一样 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中你的话 祝你听我们的祷告 把那个爱你的话 渴慕你的话 放在我们里面 听我们祷告 祝我们求你 求你 谢谢主 我们这样仰望 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